2022智慧城市展展出节能减碳 医疗 交通等各领域的智慧解决方案 吸引各界参观 智慧医疗方面 华硕特别展示智慧健康表超前部署健康管理 一般的创代装置呢 主要分成两个区块 一个是可能比较着重在运动管理 像是嘎咪 那我们家的手表是比较着重在健康管理方面 所以透过我们的手表 它可以随时随地的24小时帮你监测 一些生理数据 包含心率 血氧 然后我们还有脉搏指数 那我们现在正在做临床试验 在收取血压的data 那透过这个我们的手表 来帮你监测你的平常的一些健康数据 那举例来说 我们曾经跟张宾授船这边来做健检的合作 那一般人的健检呢 它可能是一年才一次的健检 但是透过我们的手表呢 去导入到两次健检中间的 每天daily的一个健康数据的monitor 让他不只是两次健检的时候 才去了解他的健康状态 那他可以透过健检中间 更去了解他平常就应该要注意到的健康数据 其实穿戴装置真正的重点是 帮这些一般的民众 可以更了解他的健康状态 那很多人他都是一年一次的健检 才去了解他的健康状态 可是其实透过穿戴装置 才可以去累积他日常的生理数据的data 那其实经过长期的监测 才可以做到未来一个预防医学的概念 其实我自己是有留意到 像我的禁止心率真的有比别人偏高 然后我的脉搏指数也是偏高的 因为像我跟我同事 我们都有带我们的VivoWatch 那我就有很明显的感受到 比较平常有在运动的同事们 他们的禁止心率都是比较偏低的 但像我这样子 就是平常没有在运动的人 真的禁止心率就是偏高 我也开始去留意我的身体状况 那另外我们还有透过HRV 去计算出我们的舒压指数 跟身心平衡指数 那我们也发现这个功能还蛮准确 我常常可能是在周末的时候 我的舒压指数就比较高 可是我到了礼拜一开始上班的时候 我的压力变大了 所以它指数就变低了 其实我们自己有搭配我们自己的APP 所以使用者可以直接就是透过APP 登入华硕的会员 就会抛到我们资料会备份到 华硕的云端这里 那帮user去做一个资料的备份 他可以透过APP 他就可以自己监测自己的数据了 这是我们和布立桃园医院 一个实际的合作案例 那当时呢是用我们的VivoWatch 搭配我们华硕的手机 我们来提供我们的穿戴装置到布立桃园医院 那应用在隔离病房上面 那为什么应用在隔离病房上呢 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医护人员 因为要daily的去检查患者 他们每天的生理资讯 那透过穿戴装置 就可以帮他们做一个远距监控的功能 让这些医护人员去减少跟患者的接触机会 那我们就帮他们透过后端的平台 来帮他们呈现每一个使用者 他在手表侦测到他们的生理数据之后 呈现在他们的后台 并且也帮他们设定 如果有一些异常状况的时候 就帮他们海来 让他们后端的平台可以马上留意到 使用者他出现了异常的状况了 还有这款无限可稀释的手持超音波 可以运用在救护车上 以及偏乡医疗提升照护效率 这个超音波现在在台大常跟农总都有在使用 那以往超音波很大台的时候 使用的场域会变得受限 那做小时之后可以拓展到 比如说诊间就可以直接做些检查 甚至是诊所也可以应用 那像我们在推远距的场域 在救护车上也可以使用 偏乡的话就是用远距平台 那可能在卫生所 他可能做些检查 可以及时跟医院做连线 那医生可以做线上的会诊 这些都是有帮助在及时做诊断 另外智慧交通展区 光阳也结合电动机车的便利换电站 提出智慧路灯的新概念 智慧路灯的概念 因为我们的这个便利换电站 在台湾已经布了一千多站了 那这个像前阵子大停电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便利换电站 跟这个路灯做结合 如果在停电的时候 他就可以做一个回充 备用电源的概念 所以整个不会让道路黑暗 这样子 这个还是要主要以各 跟地方政府来做一个合作 因为路灯还是属于 这个公用的财产 所以看看这个县市政府 陆陆续续接洽 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意向 然后我们会进一步 跟他们来合作 那像这个智慧路灯的话 那也是可以考虑比如说 以这个在上面加太阳能板的方式 来做一个电源的供应 所以不是完完全全仰赖这种台电的电 也可以有替代的解决方案 能源来能源的供应方式 这个也是可以纳入考量的 因为这个电动机车 就是未来的这个趋势 当然为了搭上这个趋势 光阳也是在发展这个电动车 所以未来也是朝向这个绿能 这样的方向来做一个推广 各项智慧解决方案 在今年的智慧城市展中精彩呈现 展现台湾产业的创新能量之外 也让民众对于智慧生活 充满了各项期待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